哈喽,大家好,我是炸药 今天给大家重新带来一个60秒的挑战 咱们选角色是以妈妈为主要角色 其实就是去让妈妈去搜集东西 开头和爆炸之前 不知道妈妈的灵活度跟爸爸相比是不是更好一些 咱们看一下整体的环境 这回女儿的位置其实挺好的 撞倒了马桶还能解锁成就 行,直接先把女儿放进去 儿子在这屋 儿子,儿子,水,咱都拿着 看看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棋盘,枪 还有吃的再来一趟 爸爸走吧 爸爸也是个大胖,也是占三个和姐姐一样 看看厨房有什么要拿的 再拿一些必备的物资吧 感觉用妈妈来说时间有点紧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头一次用可能自己感觉不太适应 拿的东西不是太多 行了 大概也就这意思 看看后边情况怎么样 希望这局咱们能活超过65天 它这个剧情的随机性比较高 有时触发一些剧情就会产生一连串的结果 地图 其他东西还都有 其实相对来说 咱们还算是挺充足的 第一天正常过 看看第二天 前几天的话 其实变化不会太大 正常的饥饿度 饱食度渴之类的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咱们也去追一个极限 就是每次脱水或者饥荒的时候 不行再给吃东西 其实有时饥饿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给他们吃 因为好多时候不好去判断 这个饥荒能够多久 而且有的时候饿极了 你像姐姐那种就会触发其他状态 就会跑了有时候 三向弟弟去吧 去打个野 物资上还算可以 清理一下东西 第五天了 其实现在稍微玩的熟练的话 我感觉前期这几天真是过得特别快 其实越到后边越难受 洗澡 我之前用子弹洗过 咱们这次用杀虫剂洗一次 应该效果都差不多 就是看损失哪个物品了 第六天 整体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杀虫剂少了一瓶 至少咱们洗澡了 保东西 保收音机还是保书呢 保收音机吧 这个其实也是不知道触发哪个好 因为保收的话 有可能姐姐在后边就会变异 变成那个紫色的巨人 好吧 收咱先不要了 大伙先吃点东西吧 放松一下下会儿骑 他这个骑好像是黑白骑 水和食物都不是太多 要口渴状态的话 他再坚持一下 看一下广播的信息 好像是听见了其他的内容 还行 状态基本还可以 就是脱水了 脱水了咱们尽快补一下水 要看地图给他们看 反正不能拿走 看看还是可以的 儿子回来了 斧子吃了 然后防毒面具给用坏了 咱们选一下给他们吃什么东西 看一下状态 先给儿子补充一下 后边还可以去冒险 咱让老爹先去吧 吃不吃蘑菇 之前咱都没吃过 这回吃一把看看 第11天 哼果然不能吃 吃了之后 女儿和爸爸 完了 都中毒了 可能这是核辐射期间 长出的蘑菇 对人身体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不是那么的干净又卫生 像人种的蘑菇还好 都是挺干净的 算了吧 让爸爸这趟出去打个野去吧 看看带什么东西呢 带着枪吧 安全一些 可是爸爸生病了 确实还挺难受的 对不住了爸爸 下回不让你吃蘑菇了 吃一嵌长一智嘛 对吧 嗯 状态还好 吃点东西 电话响了 让妈妈去听一下 第13天 嗯 情况还都可以 就是姐姐生病了很难受 脱水了咱们还是尽快给她补一下水 水也不多了 还是合理分配好一些 他说要处理这个铁丝 14天 完了 斧头也坏了 哎 没事 人活着就还好啊 弟弟也补一下水吧 有医生要水 不行了 我们自己也不够了 我们还剩四分之三的水 食物也比较紧缺 希望爸爸能多带点东西回来 来吧 无聊的时候听听广播 是不是可能给我们带来求生的信号呢 都是口渴 饥饿 都吃点东西吧 弹药找不着了 咱拿手电去照一照 看看这个狭小的角落里头会不会存在一些东西 爸爸回来 看看爸爸带一些什么 弹药和枪还在 带了两瓶水 还是可以的 至少水咱们可以补充上 爸爸还真是带病坚持工作 已经很不容易了 先吃点东西吧 咱们后边还能继续去打野 这是干什么呢 抢东西 姐姐看起来很饿了 是不是让他吃啊 我们管不管 哎 管管吧 姐姐都那么胖了 咱再坚持一下 毕竟是特殊时期嘛 你就当减减肥了 断食 不行 姐姐还是吃了 姐姐把罐头抢走了 估计是给这个大胖闺女饿坏 嗯 状态都不太好 有两个生病的 然后吃点东西吧 让爸爸 让谁去呢 咱这趟让妈妈去吧 19天 感觉前期天数确实还挺快的 爸爸的状态已经变化了 太憔悴了看着 喝水喝水 姐姐还行 姐姐其他的这些状态都消失了 只剩下生病了 其实正常情况下 生病状态 咱们也能够通过吃喝去维持一下生命 嗯 还行 状态整体还行 还是儿子的状态好 我们打开通筒器吗 打开吧 看看怎么样 外边的空气也不是太好 状态还行 状态还行 整体还行 那咱坚持一轮 女儿和爸爸吵架 咱这回让着点女儿 女儿获胜 哎 其实在洞里无聊的时候 可能争吵也能缓解一下时间吧 把时间都正常的留过去 大家度过的还快一些 儿子脱水了 儿子喝点水吧 爸爸和女儿吃点东西 姐姐也是脱水了吗 不给吃 给喝的吧 说来了一封信 不要带武器 去吗 让儿子去吧 儿子现在状态好一些 你要让两个生病的去 我估计也是不太好 儿子状态也变成疲惫了 看这个小脸瘦的 行没太大的变化 爸爸补点水 女儿来补口吃的 妈妈还不回来 妈妈 快回来吧 坚持不住了 漂亮 妈妈回来了 只要能平安的回来就好 人和物资就会都带 东西带的多少无所谓 两个吃的两个喝的 一个手提包 给妈妈先来点吃的 明天打野吗 明天继续吧 因为咱们的物资也不是很充足 看看看看地图吧 看我们家这个状态 爆炸头两个生病的 一个累的不行的 坚持坚持 希望咱们能够成功得救吧 分配一下物资 还是不吃了 然后这把咱们养儿子取 带一个手提箱 带着枪吧 其实也不太知道 儿子带哪些出去好 我觉得咱们还是保证安全 又能带东西为主 平安回来就行 状态都不是太好 至少妈妈没生病 其实还好一些 妈妈和女儿都脱水了 咱先把水补上 吃的也都补一些 看看是什么东西吗 咱拿手电去照一下吧 第27天 我不知道这个生病的状态 还能走多远 感觉一时半会儿 没有药箱啊 很难受 药罐头 给不了给不了吧 我也没有多余的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你看我们家那么富裕的 四口人挤在这儿 也都穷成这样 都变成要饭的了 爸爸补点水 还行 妈妈和女儿状态还好 听广播 听听外边有什么消息 至少跟外界还有一个沟通了 只是单向的沟通 还行 状态还行 加密的信 最近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这个情节 好像是妈妈可以破译这些密码 是她以前工作的地儿 好像 咱能够得到一波福利 好的话 又都渴了 其实真正 说真的水是真比食物要重要 真的水一没了感觉 一刻也都挺不过去 需要一个医疗护理 咱没有东西 咱的医疗箱 前期没拿 后边也没得到 看一下 第31天怎么样 爸爸还是口渴 行 其实状态还都可以 吃点东西吧 嗯 小狗吗 我们 摆最后的吃的 要不给小狗狗吧 其实我感觉 可能我也活不了太长时间了 让它去更好的生活 其实 弟弟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东西 先去给它吧 万一小狗能跟我们一起生活呢 感觉妈妈已经很饿了 人不就给狗吃 弟弟回来了 带了一个罐头 看见了 在架子上 还行 一个罐头两个水 就是枪坏了 弟弟辛苦了 大长头发也累成这样的 我感觉他也是生病了现在 嗯 难受啊 三个人都病了 只有妈妈健康了 给妈妈点吃的其实好一些 问妈妈要不要去呀 呀当然了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福利嘛 他的之前同事好像会给好多东西给咱们 水和食物都有 给姐姐点水吧 脱水状态来的还是比较快 咱们坚持有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没有防毒面具 咱们其他的也别想了 先坚持度过后边的时间吧 至少我们一家还是整整齐齐的 妈妈回来了 给了两个食物和两个水 咱们又能坚持一段时间 生病感觉对我们的困扰还不是太大 食物和水的话能充足也能维持一段时间 有一个废弃的坦克 要不要去看看 让爸爸去吧 爸爸被炸了 完了 咱们把爸爸抛弃了 这个坦克是不是有好有坏呀 之前好像就没出发爆炸的这个 完了爸爸一路走好可惜了 要去外边看看这次谁去吧 爸爸一不在了 其实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输出 整体的这个动力可能就会少了很多 至少咱们打野这块就损失好多东西 妈妈和姐姐还在维持 咱换一个药箱吧 咱们好像有棋盘 换一个药箱 至少咱们先摆病治好了吧 玩后边再说 可能咱们还能换回来了对吧 命要紧 嘿嘿 38天 给谁去用呢 少了个棋盘 多了个药箱 给姐姐用上吧 妈妈感觉状态还好 因为姐姐生病太久了 带我们去哪个地方冒险 带我们去哪个地方冒险 我们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只有地图了 39天 食物不多了 坚持吧 坚持看看弟弟能不能成功的回来 今天没说话了 姐姐妈妈帮姐姐开导一下 估计也是在这个幽闭的环境里头 怕出现问题 已经不开心了 毕竟你说正常人在里头待40天 而且姐姐都没出去打野过 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了 妈妈脱水了 妈妈喝点 也是这个状态还行 只要食物咱们还能够供得上 我觉得还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完了弟弟也回不来了 怎么会 难受了 这个主要是咱们获取资源的渠道 又少了一个 找咱要东西边一边 咱还是不给了 出去找东西的话 现在只能靠妈妈了 其实也是挺冒险的 好像妈妈一出事的话 咱这局游戏就要结束了 脱水 补上水 补上食物 妈妈要出去了 希望妈妈一路平安吧 带什么东西呢 空手去吧 其实其他装备留在家比较好 万一出点什么事 姐姐还能应付一下 43天 行 至少现在姐姐的状态只有疲倦 生病已经不在了 去学校拿东西 看看能有什么东西 没有 咱们看看后边 防毒面具也用不上 咱们你看看这一屋的东西好多都是坏的 不行 不行 咱去不了 太冒险了 没有防毒面具的话 姐姐状态还行 再坚持一下吧 46天 是要补水了应该 给姐姐补点水吧 水咱们还是充足的 吃的很难受 这个是去教学楼拿东西了 拿了一个口琴 也行吧 口琴也能触发很多的一些剧情 给姐姐点吃的 看看后边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主要食物现在确实有点供不住 妈妈还没回来 姐姐这个大胖身子 是不是能承受更多的东西 希望她内心是强大的 一直在敲门 我们开不开呀 开吧冒个险 四十九天 生病了 开门可能带来疾病了 姐姐又生病了 有个箱子和纸条 看看吗 看看吧 第五十天了 我感觉这局其实已经很很棒了 妈妈也回来了 妈妈没有 没有离去 有水有牌 还行 食物没有 太难受了 看看咱们还能够挺多久吧 没有吃的 确实 你后边要是一饥荒了 也难受 要不要去出去打野去呢 咱们不去了吧 说口琴可以吸引小动物 正好咱们也有口琴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绿蟑螂来了 这个变异蟑螂都是荧光色的 荧光绿的 分配物资 他们要听我们吹口琴 姐姐给来一段 给他表演表演 哇 真棒 蟑螂给我们送来了物资了 也是对我们精彩表演的一个答谢 感觉可能变异的这些蟑螂的智商更高一些 知恩图报 要拿纸牌堵水 不堵了 我们水现在还是够的 堵的话其实有点冒险了 我要堵赢了你给我吃的行了 他也不给我吃的 光堵水 口渴生病 妈妈看着很累 要咖啡 谁去呢 需不需要咖啡 让姐姐 让姐姐去吧 妈妈确实疲胃的状态可能说对于出去也是有影响的 姐姐成功回来 几分钟就喝光了 确实也是困太久了 我多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应该是 还要去冒险吧 先不去了 军方又有广播 嗯 房东面具坏了 咱们也不考虑那些了 因为毕竟也是去不了了 状态怎么样 还行 再坚持坚持吧 吃的就这一点的 不敢太抱歉 咱现在吃了的话后边就不够了 掠夺者站在门口 他们要对我们攻击了 只有口琴可以反抗 我们先给他吹一段口琴 看看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听了我们的音乐 他们被打动了 他们放过我们了 至少是今天 我估计后边可能还会来 把最后的食物也吃了吧 他要去看看他的大号 去吧 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可能这也是满足 也说不好 是解决最后的一个愿望 还没回来 希望能平安回来 手电换水 这么重要的手电 只能换一个水吗 排换水 咱先不换了吧 咱先不换了吧 水对咱来说其实还好 主要是食物真是不够啊 好难过 饥饿脱水 你说你出去这趟干什么呢 姐姐 其实也挺好的 出去转点 不行了 咱们真的得要去打野了 让妈妈去吧 看看姐姐这个剧情 能触发什么东西吗 漂亮 给我们一个药箱 给谁用呢 给妈妈用吧 因为妈妈要出去打野的话 一个正常的身体 就是不生病的话 可能说存活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带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带 咱也没什么东西了 就这点了 第六十天 我感觉挺极限的了 这都能活到六十天 主要咱们现在人也少 可能消耗物资也没那么多了 主要要是现在咱四个人的话 可能就会更加难一些了 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完了 这回掠夺者来了 捂着耳朵了 我不听 我不听 咱们的口琴也不生效了 口琴也丢失了 有味儿咱们去检查一下 看看是什么东西 完了 我看见墙上收音机坏了 把我的收音机打坏了 这是唯一获取信息的东西也没有了 脱水 姐姐先喝个水吧 换东西咱们是换不了的 你们要是收费品的话还可以 我们这都是用过的东西 而且坏了 希望妈妈快点回来 我真是没有吃的了 看姐姐还能坚持多久吧 还是饥饿状态 其实还好 又自由之名 开门 不 妈妈没在家 谁也不开门 小兔子乖乖 还行 再坚持坚持 渴的话现在能帮你解决 饿的话真没办法了 姐姐 已经坚持不住了 65天妈妈回来了 好 有食物了 带了两罐食物和水 先买吃了吃了吧 嗯 给 我 差点儿 已经饥荒了 我估计 再有一段时间 妈妈不回来 姐姐就没了 有人闯入 咱们也没有对抗的武器了 嗯 哎呀 不行 结束了 我这个画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是掠夺者 来屋里了 要对我们痛下下手了 好奇害死猫 我们派出的冒险者 结果迎来的却是叛徒 迎来了叛徒 我们无奈只能屈服 前途未卜 我们并不乐观 现在唯一的生存法则是荒帝法则 却对我们不利 我们在避难所度过了66天 66还挺吉利的 但是没迎来获救 却迎来了敌人 主要我们也没有能够抵抗的东西了 其实也是可以的 至少咱们也看见了新的东西 我们也看见了 乐得者的样子终于发现了 好吧 算是我死了吗 下次咱们再继续努力吧 我是炸药 咱们下期见